沒有啊 說跟做是兩件事 你有看到我害怕嗎 你要告我什麼 我什麼都沒講啊 但他有來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狼姐 狼跟蠢有什麼差別 我還給他這個解釋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所以我是 我說你是蠢蛋 就是朋友之間開玩笑 我也是逗他樂 讓他不要一直都 陷在一些情緒裡面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 更不能講什麼了 尤其我之前也從來都沒有講什麼 然後呢 現在尤其是他馬上七月 又要再一次的審 都是進入到司法的程序 我覺得包括當事人 因為當事人本來在 法律的條件下 他就不能說什麼 那我們就更不要說什麼 我覺得就是 願意支持佳謙 相信他的朋友 就是繼續支持他 給他打氣 那其他的人 我覺得我們就都 不要說什麼了 就這樣子 然後很快 我覺得事情就會有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 結果 這樣 並沒有啊 說跟做是兩件事 你有看到我害怕嗎 你那時候看到他這個反應 我覺得 你要告我什麼 我什麼都沒講啊 我覺得他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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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 他也說了 他就是之前他的訪問也說了 他身為一個母親 為了他的家人 他會願意勇敢 他讓他自己的害怕降到最低 所以我覺得他很好 那當然我們身邊的朋友 也會都一直給他鼓勵 就是加油 你很勇敢 你現在做的一切 你現在做的事情 或者你做或不做 都將來都不要後悔 就是我們一切按照法律的程序 去走 我們相信司法的公平 他現在還是會跟你聯繫 會啊 為什麼不聯繫 對 我們就是朋友啊 不管他怎麼樣啊 對不對 就是郭哥今天在拉肚子 會問他拉好了沒 對不對 就是很正常嘛 對啊 他有尋求需要什麼樣的事 沒有沒有 他現在其實就是 他很冷靜的 然後面對這個事情 好好的跟家人相處 然後就是靜待公平的 司法的審判就這樣 那我們真的 其他朋友就是真的 只能鼓勵他 就這樣 但他有來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郎姐 笨跟蠢有什麼差別 我還給他這個解釋 找了網路的解釋 字眼的解釋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所以我是 我說你是蠢蛋 就這樣 那是什麼問題 沒有啦 我覺得他就是 因為有很多狀況 他可能很緊張 或是很害怕 他就 我們平常都罵他笨蛋 蠢蛋這種 他就說 所以我到底是什麼 你就蠢蛋 沒有 就是朋友之間開玩笑 我也是逗他樂 讓他不要一直都陷在一些情緒裡面 那就是需要朋友的逗樂鼓勵 我已經聽到說笑話給他聽 他每次都在我面前就 沒有沒有在我面前 我們通電話 他說 我說你快樂就好 就這樣 焦點不要跑掉 這齣戲叫做把我娶回家 五月開始 從臺北城市舞台開始演 從臺北 臺中 桃園 雲林 高雄 我們都有演 現在金營劇團真的非常辛苦 真的不是嘴巴上說的 那也因為雖然看似網路 或者各方面有很多地方 可以提供消息 但反而更困難 因為我們就變成是所有的消息 都是散的 我們覺得我們就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生活回歸到自己正常的 那這齣戲 尤其是強調 在喜劇的包窗裡面 我還是希望能夠走出春和劇團 原本的特質 就是珍惜緣分 珍惜你身邊 所有曾經跟你交會的 不管是長還是短的 我們我們要帶著很開心 看完這個戲很開心 同時覺得很溫暖 這就是春和劇團一項的蹤跡 對 會不會問一下 之前嘉欣姐帶過同個劇組 有 是 因為之前也被問過 是 您自己 他現在目前就 比如說現在可能還有排列遇到嗎 排列沒有 沒有遇到 但是我們有群組 我們會互相加油打氣 對對對